中筋面粉 就是把中筋面粉 盐 糖粉 这些固体的东西 我们就先把它混匀 凉面粉的时候不要凉的太紧 就是松松的就好了 那因为我们没有猪油 所以我们用这个Busher也是一样的 然后就是放在室温软化 如果天气冷的话呢 你就可以摆到微波炉里头去 然后大概用那个解冻的 的那个Power大概3 两个大概差不多 你试试看好了 30秒到45秒 然后它就软了 那这一步呢 其实就是说水油皮 我们不要过度的去揉它 所以大部分就是你就这样轻轻的 你几乎就是用手这样 就把它这样搓搓 Busher之后呢 大概就是把它 就是用手这样轻轻的这样 把它搓搓搓变成差不多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开始加水 那因为里头又有糖粉 那我也是跟面粉搓在一块 所以我们这个水呢 稍微温热一点 半倍 我们就这样慢慢的加进来 在这个步骤也不要过度的去揉捏它 就是用手这样把它压平 那因为每一家的面粉可能就中筋面粉会有点差别 所以就预留一点粉 如果说你觉得太湿或者是什么 那你就可以不要全部加完 其实基本上就是把它揉成 揉成团 不过就把它混成团 然后我们就把它放在一边 所以就用比较干的部分呢 去沾黏就行了 把水龙皮做完了之后就放到塑胶袋里头保湿 那接下来我们也是用一样的方法按压来做油酥 这两个唯一不同的差别就是那里头有糖粉有水 这个就只有水跟油 那我们也可以这样搓一搓 然后再把它拌匀 等到我们把油酥做成像这样团的时候呢 我们也是把它放到一个塑胶袋里头来 然后让它保湿 在这个的时间在等这个 尤其是水油皮 因为它有水啊需要忠实一下下 那的时间呢我们就可以来分豆沙馅 然后准备这个豆沙和蛋黄馅的部分 之后呢 我们豆沙馅分好了之后啊 就是把它像做汤圆一样 所以这个今天这个豆沙有点粘 不是那么好操作 不过没关系 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 就刚刚因为我烤蛋黄的时候 它有一点就是底部会比较平 没有关系 然后我们就是用骨口 就是把它对不起 就把它这样收回来 你现在不把它收 收口也没关系 这样你等一下做个记号 这个就是将来要包在蛋黄酥的底的部分 就是把水油皮分十二份 那个油酥也是分十二份 就一个一个放好之后 我们就先把它这样 合起来 今天天气比较热了 所以就感觉上 嗯 它这个水油皮就油油的 哈 把这个面积的这个收口呢 就朝上 然后呢 就朝着你垂直的方向 因为它很很软 所以轻轻的这样擀开 然后就这样子卷起来 我们就放在这边 那为了防止它干燥 我就把刚刚我放那个 就是水油酥水油皮的把它剪开来 就这样盖住 那就防止面团的干燥 我们就一个一个的这样做 那做完了之后呢 我们再来擀擀卷第二次 看到所有的都第一次擀卷完之后 我们就按照顺序啊 就是第一个先擀了就再擀 那所以刚刚大家记得是 这样子的方向 所以现在呢 我们把这个朝上 好像是朝这个方向这样去擀 把它擀开 这样弄完之后 我们就是把它放在那里 要松弛一下 再做一个 大家看这里有点破 没关系 因为你就把它卷在中心 所以到时候还是看不见了 轻轻的 这样子把它擀开 因为它需要醒一下嘛 所以我们从第一个做到第二十四个 再回头来的时候 也差不多时间了 方也没有关系 然后你就 就是这样把它 融起来 然后呢 我们就轻轻的 再把这些多的面皮推上来 这样的话 它底部的这个面呢 也不会太厚 再检查一下 蛋黄酥都包好了 我就准备了一个蛋黄 那我们就是先 把这每一个蛋黄酥 就轻轻的把蛋黄刷上来 好 那我就说刷到大概差不多 它腰身的地方 如果不够的话 我们就再打一个蛋吧 不就再剥一个蛋黄出来 如果这个蛋黄没有加水 它就 不会流动的那么厉害 那好 我示范一下 就是 其实 就这样轻轻的这样刷几个 所以这就是黑枝的毛 但因为我刚刚手已经有点湿了 那也可以就这样沾一沾 好 就够了啊 我们就把24个都做好了 那烤箱就是在做这个的重时 我就把烤箱预热了 那华氏是350度 摄氏应该是180度 那大部分呢 我们就是放在烤箱的大概差不多中间 那应该是要烤差不多25分钟 好 那主要就是说 因为它这是一层油 一层油一层皮 所以它就是靠它受热膨胀的时候 那油融化 然后把它吹出来 就会有层次 所以当中尽量就不要去翻 不要去翻弄 不要打开来 免然它会塌陷 就有点像是做那种 夕阳的puff pastry一样 那大概是差不多烤25分钟 好 那25分钟以后我们来看成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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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